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抛出了健保政策利多 说65岁以上的长辈 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 享有全额的补助健保 而对于民进党不断的拿香跟拜侯的竞选政见 侯友宜也讽刺民进党别向论文搞抄袭 要记得住民来源 决战2024 侯友宜公布健保政策大利多 她主张65岁以上长者及55到64岁原住民 排斧后全额补助健保 台中台南高雄 中央要再补助宗所税5%到20%的人 其他县市直接补助宗所税20%以下的老人 从现阶段的老人 光这个售备就有400万人 几乎所有的长辈人 孩子或者是从税以下 全额的健保补助 老人健保 拜托 给你免贵免贵免贵 从80岁取消80两表到观光政策 外界炮轰只要侯友宜一提出来 民进党马上拿香跟拜侯友宜治养酸 提醒民进党要像论文 面对郭台铭找去参选 还常说自己曾买BNT就大家一命 各界炮轰 这前世红海股民出的才不是你 比起刺激的政言跟台积电的张忠谋 各界痛骂郭台铭如此唱功 根本欺世道明 但为什么国民党还有人按住郭台铭 甚至很多媒体还把民调纳入郭台铭 民嘴狂轰 别以为能从郭台铭身上得到好处 真相在这里 为什么一直有人在包庇 纵容郭台铭这样子 因为国民党有人见钱眼开 国民党有人为力仕途 郭台铭很有钱所以他很任性 怎么帮郭台铭开绿灯 因为钞票是绿的 很像是美金的钞票是绿的 甩开搅局者要如何下架贪腐政权 好友宜科文哲要怎么搭配整合 选民比候选人还要急